参数的话是less,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OK,那特别注意,如果你打完之后 它会建议你建立一个MyAdapter类别 因为现在这个类别不存在嘛,对不对 不过呢,它会帮我怎么样呢 建立的这个类别,它会建立在外部 建立另外产生一个什么Java档 那这样的方式呢,其实也可以 只是比较麻烦,我建议你就直接 在内部产生一个所谓的内部类别 内部类别,OK,那我们怎么样产生 内部类别呢,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呢 我在底下,特别注意产生一个 内部类别的流程,基本上是这样 OK,你就给一个什么呢 给一个,底下就输入什么呢 输入一个这个class 那特别注意,输入的位置 请你要特别注意,因为同学常常找 输入错误,请你在Uncreate的方法外面 建立一个class class名称叫什么 就是MyAdapter 其实就是上面这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内部类别 而且它必须要什么 Intense,我刚刚讲过BaseAdapter 因为呢,在Android里面呢,你要载图的话 就一定要用BaseAdapter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殊的用法 好了,之后的话呢,你建立完之后呢 特别是因为MyAdapter是计成什么呢 计成这个BaseAdapter 那BaseAdapter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抽象的类别 所以呢,你必须要实作 那有实作哪一些呢 总共,我记得好像有四个方法要实作 但是这个四个方法你要自己key 很麻烦,我讲过嘛 你可以用Eclipse里面呢 帮我去产生什么呢 新增未实作的方法 它就会自动怎么样呢 帮我产生这一二三四个方法 这四个方法就自动产生 我就用填空底就可以 但是实际上需要做的 好像只有两个方法要修改 其他两个方法可以不需要动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接下来呢 特别注意呢 我产生之后,各位有没有发现 上面呢,诶,出现问题 我建了之后,这个前面没有问题了 可是呢,后面会产生问题 为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呢,我有传值,有没有 My Adapter 你有一个My Adapter 后面有一个传值,有传值 可是呢,底下的这个类别 有没有建构值 没有建构值 所以呢,它会提示我说 诶,你是不是要产生一个建构值呢 所以呢,你可以怎么样 建立My Adapter的建构值 你会发现Eclipse不是太聪明了 它会自动帮我建立建构值 因为有参数嘛 可是没有建构值 好,OK,建构值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 它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产生这个建构值 这个建构值的 它的名称 一定会跟我的什么呢 跟我的类别名称是一样的 那传进来的话呢 实际上就传到一个什么 传进来是一个 这个叫什么 一个 Greview的Activity 那实际上就传进来一个Activity 那我们利用这个Activity 抓到之后的话呢 也就是说呢 我将来这一些图会在这个Activity上面去绘制